快点跟上 老师,明天中午一起去吃饭怎么样呢? 好啊,几点呢? 一点怎么样 哈哈,那我们就吃一点 大家好 汉语中有一些词啊 加儿化音之后,意思就完全变了 比如说,漫画中 学生本来想说时间一点 但是他可能是在北京学习汉语 想多用儿化 所以故意说一点 结果变成了数量词 意思就完全不对了 其实儿化音有点绕口 不只是学生们觉得难 在中国的南方啊 也不太经常使用 但是今天我们的教学重点 不是儿化音的发音规则 只讲一讲 加上儿化音之后 发生词意变化的一些例子 一点是时间 加上儿化之后 就变成了数量词 比如说 一点饭 一点水 一点咖啡等等 这里的冰雨是可以省略的 就像刚才的漫画里 老师最后说 那我们就吃一点 就是省略了 就是省略了冰雨饭 老师们在这儿也可以复习一下 一的变调规则 一本来应该变调 但是表示第一的时候就是不变了 所以在表达时间的一点里 一还是一声 但是在一点这个词当中啊 一就变成了四声 另外要强调一下儿化音的发音规则 在发儿化音的时候 R和前面的字里最后一个韵母 A连起来读就可以了 比如说 在点的拼音中 安里面的N是不发音的 直接读R就行了 掌握了这个规则 儿化音的发音就不那么难了 我们可以给学生展示一下真人发音的视频 让他们来练习一下 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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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除了一点和一点以外 汉语里还有一些类似的例子 比如早点和早点 早点表示早饭早餐 而早点表示和平时相比时间更早 比如说早点起呀 早点睡呀等等 在这里 老师们也可以复习一下三声的变调规则 早和点都是三声 所以联读时 前面的三声就变成了二声 早点的儿化和一点一样 嗯是不发音的 我们可以给学生展示一下真人的发音视频 让他们自己再练习一下 早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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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段情景 短视频 给学生加深一下印象 你怎么才起 我们都吃完早点了 我昨晚一点才睡 食堂里还有早点吗 没了 我还有一点面包 你吃吗 不吃了 我今天早点吃午饭吧 好 第一句的早点 前面有动词吃 所以是早饭的意思 第二句里的一点 后面加了动词 所以是时间 而第三句的一点 后面有名词面包 所以是数量词 最后一句 早点 后面加动词 吃午饭 所以表示 吃饭的时间 比平时早了一点 最后 我们可以通过一个选词填空的练习 再来检查一下学生的学习成果 第一个空 前面有动词吃 所以填早点 是早饭的意思 第二个空 后面有动词下课 所以填一点 表示下课的时间 第三个空 后面有名词零食 所以填一点 这里是动词 加一点 加宾语的一个结构 第四个空 后面有动词起床 所以填早点 这里呢 使用了早点加动词的一个结构 第五个空 和第一个一样 不吃早饭的话 就不健康了 所以填早点 好 在做选择填空的练习时啊 看空格前后的词 是非常重要的 老师们可以把这个答题小技巧呢 告诉给学生 好 怎么样 这样的例子是不是很有意思呢 大家在生活中 还有没有发现同样的例子呢 欢迎给嗨中文投稿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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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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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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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